您好,我是经理人AI主播何立为,感谢您收看每日听管理新闻播报。 今天带您重点关注的第一则新闻。 Google Road推出全新旗舰车款Pulse,与以往不同,造型更方正,颜色更低调,最大亮点是将汽车配件应用到机车上,包括10.25寸的数位仪表和数位矩阵式头灯。 最新款的Pulse一表板可以切换不同界面,并具有导航功能,让骑士不用依赖手机导航。 此外,Pulse还首次使用万转马达,加速性能强劲。 Google Road Pulse的建议零售价为19,800元起,预计2024年第二季下旬开始交车。 Google Road希望2024全年突破双位数式战略,并计划在过完年后推出更多新产品。 第二则新闻。 劳动部30日表示,自2024年1月起,国民年金六项年金给付金额增加,调付达7.34%,创下历年新高,增加后的年金给付将会在2月底入账,估计约有172万人可受贿。 本次创下新高的调整幅度,是由于2023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较2019年成长了7.34%。 卫生福利不公告,2024年起,国民年金老年年金给付加计金额,老年基本保证年金,已属年金给付基本保障,及原住民给付等四项,由新台币3772元增加至4049元,身心障碍年金给付基本保障及身心障碍基本保证年金,则由5065元增加至5437元。 第三则新闻 全球科技业在2024年初又出现一波财源潮,包括Meta、亚马逊、微软、Google、TikTok和Salesforce在内的近100家科技公司共砍掉约2.5万人。 这主要是为了满足投资人的需求,因为财源对股价有利。 虽然一些小型科技新创由于现金耗尽和筹资困难而被迫财源, 但多数大型科技上市公司仍然拥有丰厚的现金和利润。 华盛顿大学福斯特商学院教授指出,科技业存在着财源的羊群效应,这已经成为新常态。 在股市上,随着科技公司财源消息的传出,股价反弹,越来越多企业宣布紧缩计划。 史丹福大学商学教授称这种现象为抄袭式财源,也就是企业仿效其他企业财源的做法。 第四则新闻 法国运动品牌迪卡农成为全球第二大运动用品零售商,2022年营收达到新台币5208亿元。 迪卡农以评价商品和大卖场是营业方式受欢迎,并建立了一条龙的供应链,从设计到物流权包办。 迪卡农正在重新定位,将70多个自由品牌整合成12个,并在研发中心聘请专业运动员协助改良和开发运动用品。 迪卡农的目标是成为一个专业的运动品牌,为专业运动员设计体育服和用品。 因此,他们还与NBA签署合作伙伴关系,成为法国最大自行车队的主要赞助商,并开始进入企业合作领域。 感谢您的收听。 经理人也推出了全台第一个对话是AI职场教练,AI Code上线不到两个月,以协助全台上千位经理人解决管理痛点,职场大小疑问,期待您至经理人网站免费加入会员,无限提问。 也诚挚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,我们会将每日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。 再次感谢您,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。